当你火气上头如何快速的冷却 首先要说的就是你的情绪自由很重要 喜怒哀乐 人之常情 对吧 该哭哭该笑笑 无需顾虑太多 但如果说你遇到不得不做情绪管理的时候 比如说你真的不想伤害对方 那么你可以试试以下这七种方法 学会去接纳你的每一种情绪 第一个 离场五分钟 短暂的离开那个环境 但不是走远 第二个 发脾气之前默念五秒 也许少说两句 能结束没意义的争执 对吧 第三个 过后去散散心 发发呆 看看星空 那么第四个 转移你的注意力 适当地去放空自己 让你的情绪随波逐流 五 不过度地发火 有意识地降低说话的音量和语气 六 降低期待 不在对方身上抱太多的希望 七 多阅读 提升对世界和人性的认知 那么 前六种提供了最直接的方法 而第七种 潜移默化 我告诉你 那也是王渣 运用情绪的能力 会随着你认知逐步提高 曾经以为的大事 它会逐渐变成小事 人生海海 余生漫漫 管理好情绪 才是真正长久的取悦自己